今天想和平背后的你来谈讨两种我认为最重要的抗氧化剂 对很多人来讲这可能很陌生 但它也很重要 因为它关系了我们的健康和长寿 首先说人为啥会生病 现在的科学认为绝大部分的健康问题 例如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癌症以及过早的衰老 都来自于细胞层面的破坏 来自于细胞代谢障碍 取个例子 你把人体想成一个超大型的工艺员 那么细胞就是其中一个小型的工厂 他们利用自己的机器为人体产生能量和必要的物质 如果说有什么物质或化学过程 损害了细胞里面的线粒体 损害了细胞和细胞膜 这就相当于破坏了你这个小工厂里面的生产机器和厂房 破坏的时间短范围小 它就会带来工厂的能量生产的下降 如果说破坏时间长范围广 它就会影响到整个工业园区的产生 相当于人会提前衰老 也更容易患上更多的慢病 大家也都知道过多的经质糖是破坏细胞的物质之一 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今天就要谈到什么是氧化影机 这个自由机和抗氧化剂 它没有好坏之分了 它就像有阴就有羊 有毛就有钝 抗氧化剂是自由机的一个对手 那尤其是当我们进行一个不恰当的饮食的时候 面对长久的一个精神压力 不良的情绪 长期接触环境污染和毒素的时候 缺乏运动 睡眠不度 不加的时候 都会产生过多的自由机 让我们提早的衰老 所以人体它就会要自发的去产生一种抗氧化剂 这就叫做类源性的抗氧化剂 也是人体抗氧化的一个阻力部队 我们吃进去的食物 也有抗氧化剂 这叫外远性的抗氧化剂 他们是来帮忙的 看到这里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这种氧化硬机不好 这种暂时的轻度的氧化硬机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平衡人体 所以氧化硬机它本身不是一件坏事 在锻炼身体的时候 你想长肌肉 肌肉它中间会出现一个损伤 它会重新长出一个更结实的身体活动期间 形成了一个自由机 它来调节组织的生长 并且刺激你抗氧化剂的一个产生 轻度的氧化硬机是可以保护我们身体 免受感染和疾病的 那在2015年的一个研究中 科学家发现氧化硬机 限制了黑色素瘤癌细胞 在小鼠身体里面的扩散 但是说长期的这种氧化硬机 它会损伤身体的细胞 蛋白质还有DNA 还有可能导致衰老 并且可能在这一系列的慢病中 发挥重要的作用 这也是为什么抗氧化剂如此的重要 那么接下来我会讲两个重要的 这种抗氧化剂 一个比一个重要 你一定要看完 第二个就是说大家都认可的 抗氧化剂之王骨光肝胎 那么我们身体里面这种年轻的 共用正常的细胞 可以把这三种氨基酸结合起来 自己产生骨光肝胎 尤其是肝脏的细胞 它除了可以单独去对抗自由基 还可以逆转DNA的损伤 它还可以帮助其他的抗氧化剂 例如文瘦Ci文瘦E的再生 可以说他们是伙伴的关系 除此之外 骨光肝胎也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解毒的分子 它可以综合病原体 环境毒素 以及致癌的物质 它还能增强免疫系统 增强力量和耐力 并且鼓励身体 形成的这种是肌肉 而不是脂肪 但随着我们年龄增长 还有身体细胞 不断的遭到破坏 骨光肝胎的产生就会减少 而且人体衰老 慢性疾病 增加自由基 毒素 细菌病毒 不断的去攻击人体 那我们对骨光肝胎的需求 反而会越来越高 那产生的供应 就很难去满足 那你自己身体又造不出来这些东西 这就意味着 这种慢病人群 更需要这种物质 那怎么来增强 人体产生骨光肝胎的能力呢 首先你要多考虑 吃这种富含硫元素的食物 比如说硫肉啊 鱼家禽啊 以及这种芦笋啊 它们含有这种氮氨酸 以及这种半肝氨酸 这两种氨基酸里面 都富含硫元素 在植物里面呢 像西南花啊 花椰菜啊 鱼甘蓝啊 芦笋啊 也都含有丰富的硫元素 其次是 吃富含为数C的水果和蔬菜 是有助于恢复骨肝肝胎的活性形式 这就是增加这种富含锡的食物 富含肝酸的食物啊 也可以增加和维持身体里面 骨肝肝胎的供应 还有些植物的提取物啊 比如说这种姜黄啊 它也可以自然去提高 骨肝肝胎的水平 那到这里呢 有朋友会问 这个直接吃骨肝肝胎的补充剂 可以吗 从木田研究来说 帮助不大 而且很多人的身体是 由于这个疾病或者衰老 不能生成足够的骨肝肝胎 如果说你身体啊 很缺种骨肝肝胎 这个时候可以考虑使用 纸质体的这种骨肝肝胎 它是骨肝肝胎的一种特殊形式 它不被消化液破坏 只也可以被小肠吸收和利用 那么也有研究观察到 它们可以提高人体骨肝肝胎的水平 第二个抗氧化剂也是很重要的啊 大家可以耐心听一下 它也是一种类元性的抗氧化剂 它可以激活人体其他抗氧化网络系统 包括骨肝肝胎 那就是褪黑基数 我们的大脑松果体可以制造褪黑基数 我们身体的其他细胞也可以制造褪黑基数 褪黑基数呢 它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血管跑遍全身 它在我们的脑肌啊 血液里面啊 包括细胞里面都是广泛存在的 大多数人可能只是单纯的认为 褪黑基数仅仅是帮助我们入睡啊 调节作业节律啊 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 它的作用远不止如此 褪黑基数还可以阵痛啊 抗抑郁啊 抗焦虑啊 褪黑基数在神经系统啊 心血管系统 免疫系统 包括糖尿病的控制当中 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今天谈到的抗氧化啊 也只是它的功能之一 那么褪黑基数这么重要 又这么全面 我们如何提高褪黑基数的水平呢 通过吃褪黑基数补充剂 来增加人体的褪黑基数 有效吗 但现在的研究也认为 这个可能无法实现理想的目标 因为你破坏了人体的一个平衡 和自己产生褪黑基数的能力 这就好比你用胰岛素来治疗二氧糖尿病 在某些人身上 它只会去加重胰岛素抵抗 我们应该充分去利用人体产生 褪黑基数的一个机制 让人体更自然的产生褪黑基数 才是更安全的做法 那么现今研究也认为 人体的这种褪黑基数有两套系统 一套是有大脑的松果体分泌的 进入我们系列循环 这种黑暗的环境呢 会促进褪黑基数的分泌 另外一套在细胞里面 尤其是线粒体里面 促进它分泌的 就是这种红外线 最常见的红外线呢 就是太阳 它会刺激我们每一个健康细胞 产生足够的褪黑基数 只要我们沐浴在阳光下 或者面对篝火呀 或者那种老式的这种白支灯泡 或者说我们接受 作为反射过来的这种红外线啊 都是有助于我们细胞 积累足够的抗氧化能力的 这结合我之前提出的这种 低碳的这种抗活活饮食啊 对人体带来 那么这时候 有些朋友会说一些疑问 你说农村有很多老年人呢 他也抽烟了大量的吃主食啊 他一样活到八九十岁 也没病没痛的 这大概是除了天生这种遗传啊 剩下就是说 他日常啊 劳动啊 较低的这种环境污染啊 以及他接触了大量的这种自然光线 这两样事情 让他们身体产生足够的抗氧化剂 来修复这种不良的饮食啊 不良的习惯 给身体造成那种伤害 再看看我们现代人吃的 也不够健康啊 这个先不说 再就是说很多人并不能获得一个充足的日赛 再就是说你回到家里面接受光线 也就是大量的这种蓝光啊 我们很少接触这种近红外线 在远离了我们这些刻在基因里面 应有的生活方式之后啊 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想啊 对今天利用做一个总结 毛补程度上 不是说科学发现了新的方法 来让我们变得更加健康 而是说科学一步步看到 自然界和人体固有的这种能量力量 这个过程呢 就有点像忙人摸下 好了 也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是特贵 各位我们下期见拜拜